那真實菩提心的話呢 則是當我們發起真實菩提心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的自立的考量了 想到都是如何能夠承辦其他的有情眾生的利益 那我想我的心願就已經完全足夠了 而這樣子的真實菩提心 即便在今生來講他也有非常多的優點 比方說劇毒菩提心者 他就有安忍的功德 他就有智慧的功德 他就會有力量 因為他沒有自我 他不去考量自立 所以他能夠安忍一切 所以他具足智慧 所以他在做不管是世間的事情 或者在從事任何佛法的事物的時候 不帶著自我中心 他能夠承辦事物的力量就會強盛 這都是真實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我們需要發起的就是 在利他之心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幫助到自己 這種必要性是在心裡面必須要確知的 對於是 他看到有差別的情提者 在理會上我 才能夠保護一些 才能夠保護是 真實菩提心的 是 向來這些情節 所以岳父就把20元拼到的 这个地方有些 我来说 三年就有一天 一个十个现在 所以我们把一个与别人拿换走的 unquote你 这就是物费 将在我们的犯罪 是被他的犯法 他们都是今的犯罪 他产生在他们的犯罪 �上市會那裡在留那裡 西方的事說 西方都不是因為 西方都是他是因為 西方都不是因為 到最時間 西方都能 Care 名 review 所以就是要去看 但是,那些人也是, 但又是要把那些人 也要去看 看去看, 就好像是要去看 看去看, 就像是去看 然後, 有些人 就像是去看, 就像是要去看 看去看, 就像是去看, 他是小畑的两种,有一个二生的时候,就差不多再开 Suez家 Originally我们在黄楼上的��라和役性送的内役 事情就是1分以 total的 delightful的。 那麽多做些事情了,那麽心地操作的 那麽心地操作的,那麽心地操作的 那麽心地操作的,那麽心地操作的 操作的這個東西,是你游泳的操作的 山名的操作成的。每變這樣 那麽心地操作,也能操作成的。 那麽心地操作什麼的方式的。 那麽心地操作的。 立刻在佛波部的等候三 który 四候在最早前世的一位 以后才会们有些 九月云 云 十八日 四万三宗 一路一位 几一位 五万四将之后发现 四分之下 abnorm之下 十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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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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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めて JOE COU升了 上面就要把揖 Mother 上面就掉了 上面就是說 把揖 誰不就把哲學 用壽來打說 可以做得酷 這個要特別的 我們感冒了 那麼 你全国人都会同事,但是在全国世上都会报道, 从全国人里来都会有丘化育聚聚的国家。 因为是长大大大大大王的。 再来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当中的第三个叫做因 往生之因的原因的因因累积资粮亲近最上 应当晓得一切亲近的善业都与累积资粮亲近最上是分不开的 就像是一切诸佛他们要成就佛果 首先在发起殊胜的真宝福地心之后 也要经过漫长的一节又一节的无尽节的时间 不断的累积资粮亲近最上最后才能够承办佛果的 我们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光是听到佛世尊的名号 能够接触到他的教法 这些教法和名号就能够深入人心改善 改变人心进化人心 这个是佛世尊他的心的力量所导致的 什么样子的内心力量能够使人光是听闻到他的名号 接触到他的教法就产生改变了 这个内心的力量就是慈悲的力量 如何能够所谓的累积资粮亲近最上是如何承办的呢 完全是来自于慈悲而承办的 我们在行持任何善法时应当是以慈悲心而修布施 以慈悲心而修持戒 以慈悲心而修安忍 乃至从布施到波尔波罗密多之间的一切六度修持 都应当以慈悲心为前倒而修持 当然有些人比方说他在修布施时 他想到的是应当 就是我这样的布施 我将来可以获得财富 我可以变得富裕 他并没有怀着慈悲心在做这件事情 但我们现在不应该是如此 而应当想的 我之所以要布施是因为对方非常的可怜 我必须要给 我必须要为他做些什么 我需要这么做 原因是我完全有理由对他发起慈悲心跟悲心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善报 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同样的身体称心的时候 对其他众生声称 或者众生对自己声称的时候 应当了解 哦 称心是非常不好的 以此为因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必须有 我完全有理由要安忍 这个时候是因为慈悲心为前倒 所以不去陷入称心的循环当中 不去可以能够以慈悲心而修安忍 所以可以说六徒波罗密多的修持 完全是建立在慈悲心的基础之上的 有了慈悲心 有了利他心的想法来修持的话 那么所修的善法所累积的资粮 它自然会成为波罗密多 也就是说慈悲的功德 就是能够保证 所修善法成为波罗密多的先决要点 不管是世间法 或者是出世间的佛法 都是如此的 如果有些人他们在行善时 缺乏了真实的利他的慈悲心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暂时利益呢 会的 但是仅仅只是暂时眼前今生的利益 能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善根 而获得究竟佛果呢 那是做不到的 比方说有些人他在布施的时候 心态上想的是 我这样布施将来会有如何如何的善业果报 所以我将来会变得更加富裕 那他会不会变得富裕呢 是的 有些人怀着这样子的心态去布施 我们也确实看到他因为福德的缘故 所以变得富裕 但是当他的福德耗尽时 富裕的这些果也就用完了 那由于先前没有在造其他利他的种子 所以呢 一手果报 恶业的一手果报仍然会现前 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善根是有穷尽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用这种想法 不应当需求将来能够会有善报而去行善 我们在做行善的目的应当是 为了一切有行众生都能够蒙受利益 为普遍的对他们发起慈心跟背心 所以我要护士 所以我要实践 乃至我要重施被我都的修行 在累积质量跟亲近罪障方面 最主要的修持就是按照七十进供来修持 那七十进供在修持过程当中 也应当是以菩提心 也应当是以慈心跟背心作为前导的 这样子去累积资量亲近罪障 当然它会有很多的果报 除了刚刚所讲的一手果之外 还有所谓的等流果 等流果当然又分为了 成熟于其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的所作等流 感受等流 或者是与我们自己所作所为相关的所作等流 这些果报当然有很多细分的层面 但是我们对它不要特别的执着 丁当想的不是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果报 而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去饶意有情众生的这个事实 如同前面所说的 在慈心悲心的基础之上 修持不失职业 一直到波罗波罗蜜多的任何善法 用这个方法自然而然的一些功德 都会从慈悲当中绽放出来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我们的身体跟语言自然就会导向善法 我们所行的一切自然就会成为师 真实的资量 无尽的资量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心里面像是发用往生极乐世界 应该也要想着 愿其他有情众生 他们也能够往生精进的岔足 愿他们也能够完全的断除烦恼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 用这种心态来透过七知性共进行累积 自然跟心境罪障的修持是极为有必要的 因为你要这种效果 ύ入人的头 骂脱长的 这个方法 用你所定的状况 那是 智杀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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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arcasts 選擇 dot com 要做 an ук 好 tasting 就是 各 drinking 未ació 出没 ng 一 tablet 没 激 木 帳 類 种 таким 这个 Music Obs canceled, 但甚至 但有些人 这些人, 人们说是 的 人们在 反正装的作品里上 那这些人他这些人 出版的国家, 我的boat和我说的 这些人的物理的生命 人们 从这些人 手里出什么 这里是检查结构来实话 不过这个人 只是检查结构建 小我长度的 那一年 我们可能会不随作 但是就想为那种 可能是 总而是 基于 thing 基本� Teacher 他用来 fashion 这必须证菜 但是 içer 所以,接續先前所說的,要累積資糧,淨化碎漲染污 需要結合氣質進貢的方式來落實 比方說氣質進貢當中一開始是鼎已知,如何進行呢? 在我們的心裡面,如果能夠由衷至成的意念佛陀三寶的功德 在意念的同時,不由自主的雙手就合掌 就結合了身跟心兩方面來做頂禮 在意念功德的時候,我們意念佛陀功德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就會沒了那層傲慢 所以頂禮之是作為我慢心的對峙力的 什麼樣的情況叫做我慢心呢? 有些人他可能過得一般豐盛 他認為我今生沒有什麼樣子的苦難 我非常的富裕 我用不著修行,我不需要宗教 這種想法就是自以為是的我慢心 我慢心會有什麼樣子的過失呢? 我慢心的過失在於 即便你因為過去生所累積的一些福德 而能夠擁有你所認為的沒有苦難、富裕 或者是我用不著修行的一切平順的生活處境 但是過去所累積的福德最終會耗盡的 當福德耗盡時,你此生因為我慢心 導致對跌離因果的道理不加信手 而過去的惡業果報仍然會成熟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會因為惡業而流轉於三惡道當中 它的自然就像是種子遇到了外源成熟的機緣來到的時候 它就會開出花朵 就像是這些道理一樣 所以其實興奉的任何一個部分 它都是要對峙自己的 對峙自己內心的煩惱而安利的方法 比方說像供養的目的在於 對峙心中的貪欲以及吝嗇心 那再補充一點就是 我們需要懂得 愚痴跟我慢之間的關係 我們還要懂得為什麼要去這樣 嗯 嗯 嗯